大家好我是陈老师 欢迎大家今天收看我们的节目 今天是我们今年第一篇的命理名人堂 在去年也就是2020年 我们也只开了一篇 那就是预测美国总统到底谁会当选 当时老师预测了拜登将会胜出 不过这也不算老师太准 为什么呢 因为当时老师预测 拜登是要赢100张选举人票 但是呢 最后也只赢80几张 所以老师的预测还是有一点偏差的 那么我们今天就来看看台湾的政局 目前在我们中华民国 修改选举罢免法里面的罢免门槛之后 第一个阵亡的就是我们前高雄市长韩国瑜 当时民进党宣称这是民主的胜利 但是后来罢免掉了前绿党 后转投民进党的王浩宇成功 罢免就成了政治的霸凌 后来罢免黄结失败 但是又再度罢免民进党的彻翼 也就是激进党的陈柏维 也就是之前所谈到的3Q行动 我们的民进党就认为这是民主的退步 当然无论哪一个国家 这个民主政治就是一件非常有趣的事情 因为它是一个赤裸裸反应人性的一个制度 对自己的党有利的那就是正义 对自己的党不利的都是罪恶 这个几乎放诸四海接准 这个其实也没有办法说什么对或是不对的事情 因为这就是我们选的政治体制 那我们当然也只能接受这样的状况 而泛兰的罢免团体 现在把矛头指向的万华区的立委林长佐 号称要清场 这应该是这两年最后可以进行的罢免程序了 那么我们就来做这一篇关于台湾罢免案的命理名人堂 而我们的立委林长佐 原本是我们台湾摇滚乐团的主唱 后来加入了时代力量 成为创党的元老 受到民进党的支持 当选了我们中华民国的立法委员 后因为跟他的时代力量的政治理念不合 退出了这个政党 以无党籍的身份来继续竞选立法委员 也就是我们中华民国的国会议员 当然虽然说是无党籍啊 但是实际上他也都是跑民进党的选举场合 包含我们总统蔡英文的选举场合 他的声音也从来都不缺席的 所以有党的力量 我们林长佐委员呢也顺利的连任 继续当选了立法委员 成为我们的国会议员 而林长佐委员的政治立场啊 他是比较特殊的 他有点偏日系 怎么说呢 之前他就在脸书上有宣布 日本曾经是台湾的祖国 这个逻辑上啊 有一点点不大对 因为日本在台湾殖民的期间呢 只有40年左右 还不到一代人的光阴 所以要成为祖国的条件呢 似乎还差了那么一点时间 就像什么 就像印度不会去承认英国是印度的祖国 对不对 所以说这个就是比较特别的地方 当然我们要尊重不同的想法 这个是我们社会的体制 理论上是这样 我不同意你的想法 但是我尊重你的说法 而林长佐也是促进转型正义的推手 说白了 也就是抄国民党老底的专家 包含提议拆了中正纪念堂 清算复联会 仁妓院等等 不过这到底是政治破坏 还是追求他个人意识形态的正义 这个其实每一个人都有不同的解读 老师也不清楚里面的内幕 只能说林长佐委员 他有参与这件事情 至于对与错 这历史自有公断 天地之间也必然会有感称 而比较有趣的是 林长佐的母亲黄女士 她是毕业于中国人民大学 而且她发表过一篇论文 是什么题目呢 为祖国早日和平统一做出贡献 而且这位黄女士 还担任了上海仲裁委员会的仲裁员 所以这母子的立场似乎也是南辕北侧 不过这母亲是红 儿子是绿 那也是代表他们的家庭 是对于政治的理念 采取包容与自由的态度 所以说他应该不是两边都压保 问赢不输的心态 应该不是这样 至少中共包容的黄女士 民进党包容的我们的林长佐委员 所以似乎这个意识形态也不是这么样的重要 而今天讲这个命令明天堂 我们就要先了解他为什么要罢免 因为既然是谈罢免了 所以说我们今天先讲他的缺点 不然怎么会被罢免呢 对不对 所以说被罢免的原因总共有两个 第一个是出在我们疫情期间 黎昌佐在2021年6月18日 攸关台湾疫情破口的立法院第十届 第三会期426号提案公布机组人员 3加11检疫政策决策过程的一案中 投效了反对票 同意我们的政府不需要公开 为什么要做这件事的决策过程 有什么样有护航民进党官员跟议员的疑虑 所以受到百姓的质疑 为什么呢 因为台湾之所以后来会进入到了新冠的大流行 半封城三个半月 把道成了百业大萧条 800多位同胞因此上升 这都与这项3加11的缩减 减疫隔离时间的决策 有脱不了关系的问题 但是为什么要放宽隔离这个期间 民进党采取封印会议记录 也就是不让我们百姓知道他为什么要做这个决定 避免什么 避免我们的官员 还有我们的立委受到百姓的怒火或是质疑 而第二件事情是在疫情期间最严重的时候 身为万华区的立法委员 在环南市场去叫出台北市长克文哲说 来开个疫情记者会 但是在会场当时用防疫尝试应该要做好的 你市长都没做好 就变成了一个批斗大会 惹火了当时环南市长的会长 为什么因为疫情在环南市场是有足迹蔓延的 所以让市场的营业是产生的困难 但是林昌佐只顾着批斗了我们台北市长 却没有想办法解决问题 所以造成了民心有点不满 让在野党抓到了机会 想要借此罢免我们林昌佐委员 那么以上就是我们林昌佐委员的从政小档案 当然林昌佐委员有没有做过好的事情 有好的政绩这当然还是会有 但是今天既然说要讨论他会不会被罢免成功 那么我们当然只先讲到他的缺点 那么我们现在来进入 到底在野党能不能顺利的罢免掉 这个对于在野党里面的眼中钉肉中刺的林昌佐委员呢 首先老师要说一下 罢免这件事情是要在台湾还是中华民国这个国家治理之下的政治行为 如果台湾独立建国 例如成为了台湾国 或是被中共说回去 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个省 那么罢免这个行为就就不会成立了 因为改朝换代啊 无论是独立成台湾国 或是变成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个省 都变成一个单独的事件 毕竟怎么样 中华民国都消失了 你还谈什么选举罢免这个中华民国的立法委员呢 对不对 你能不能留任都是一个问题的 好那我们现在来看一下林长卓委员的命盘资料 这些的命盘资料老师是来自于维基百科上面的公开资讯 也是在选举公报上面 都会直接勘载给各位所知道的生日资讯 所以不会存在的老师去特别去挖个人的资料来公布大家 这个请放心 而林长卓委员他出生在西元的1976年的2月1日的台北市 现年45岁 他的出生日期换作我们命学里面的四驻八字 为以卯年 吉丑月 鬼魏日的吉时 因为我们所取得的公开资料是没有详细的出生时间 所以按照我们命学的惯例都是称之为吉时 而时间这么重要出生的时间是非常重要的 这个时间的影响命盘非常大的幅度至少会影响了25%到30%的准度 而如果刚好命主是跨时成生的 那么他可能会产生更大的变化 这里要先说明一下 而以我们现在所得到的资讯来看了 我们先讲结果 各位在找老师咨询的时候 老师也会先讲结果 过程我们再慢慢讨论 所以说我们按照林长卓委员的命盘来看 如果还在中华民国的这个国家体制内 以他的命盘来说他这一任是不会被罢免成功的 应该是说连收集到足够罢免他的第一阶段连署 可能都有一点障碍 怎么说呢 因为如果要罢免林长卓委员 那么必然最快也是明年成案 那成案之后也就是2022年的年底才有机会进行罢免投票 但是以林长卓这张命盘来看 是属于完全四平八稳的格局 几乎没有看到可以动摇他官格位的机会 而如果是2022年成案 2023年投票那会更加的困难 因为如果是按照我们这张命盘是正确无误的 2023年我们林长卓委员的贵人时运将会更加的强大 届时如果还要准备2024年的选举 林长卓委员还可以受到了远方贵人心与强大的官格心的守护 在还有选举的状况之下 林长卓委员他如果争取连任 无论是地方的立委 比如说区域立委或是不分区的立委 选上的机会至少也是七成以上 就是他不选立委 假设民进党继续连续执政 那么林长卓委员入朝为政务官的概率也是非常的高的 最多能对我们林长卓委员官运会有影响的 在未来的24个月中也是仅有少数的几个月流月 可能真的是比较差一点 但是对他整体的仕途来说 没有根本性的影响 应该这么说 只要中华民国存在的一天 林长卓委员的仕途可以说是日渐高升 没有太大的障碍在他的面前 当然这前提是他基本上的连结自首都能够做好 没有做一些有亏执手或是违法的方面的问题 被人举翻然后不得已知道下台 除此之外 林长卓委员的仕途基本上都是属于一个可长可远的一个道路 所以按照这道命盘 也就是说在演党现在念之在之的清场 要罢免林长卓委员的这个动作 基本上可以说至少有7成以上的几率是无功而返的 连第一阶段的连署都可能没办法通过 即使小概率通过第一阶段的连署 要达成罢免的条件 按照目前所得到的一些资讯 我们用命盘的观点来看 基本上除非林长卓干的比陈伯薇还要差 还要夸张 让大家人神共分 否则几乎没有中断仕途的可能 所以如果要老师说给在演党什么样的建议 那老师会说见好就说吧 俗话说的好一股作气再而结三而摔 罢免来到了第三场 三场已经三战两胜 如果说还要有什么 应该做的现在应该就是在演党 你应该去争取选民 也就是我们老百姓对你们的认同 让现有的县市长你做好政绩 拿政绩来跟百姓去做对话 或许才是最好的办法 罢免他是一种政治的工具 一把刀就算再锋利 你不断的去攻杀 用久了他也会变盾 这个方法真的不断的罢免了 真的是对百姓或是对自己 或是对整个国家是最好的方式吗 以上就是我们今年第一场命理名人堂 对于在野党最后一个罢免的目标 也就是现在无党籍立法委员林长佐的成败 作为了一个分析 这里老师还是要再说 在没有确切出生时间的状况之下 这个预测的准确度最高的期限值 只有65%到70% 当然他里面还有一些加权的参数要去考虑 也包含了什么 包含的是命组 也就是林长佐委员他个人的行为 是不是正当的 或是有没有符合民心的 这里面还是会有加减分的状况 而唯一可以确定的事情是 这一次的预测是必须第一 台湾没有重新建国 第二没有两岸没有统一所做出来分析 只要政治的这个制度改变 那么今天的预测当然就没办法延续了 好吗? 感谢各位今天的收看 我是陈老师 我们下次见